之前我们介绍过Cry的G3作战符 如果有不了解的请先移步之前的视频 最近天冷了 说完普通作战符 我们该看一看CP的G3全天后作战符了 正好G4作战符也没有推出全天后版本 所以只能用G3的全天后了 其实是球 G3全天后作战符可以理解为基于普通的G3作战符 而专为更加严酷的户外环境改造的速干软壳版G3作战符 今天我们就只看看上一 你问我为什么 那当然是因为我现在手里没有全天后裤子了 G3全天后上衣也属于所谓的挖符 就是为了适应穿着作战背心而特殊设计的作战符 只不过由于全天后是软壳的 躯干和袖子都是弹力面料 所以要比普通的挖符更加柔软和贴身许多 我这件G3全天后是Ranger Green 有七拼绿色 哪一件同样是RG色的G3作战符做下对比 没错 同样是RG色的两款衣服颜色差别特别大 其实在官网上就能看出来 应该是面料不同染色工艺的问题 全天后的软壳面料要比作战符的5050尼龙棉颜色要浅许多 但是两者躯干的面料颜色都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完全相同的Dryfire四项弹力针织主燃面料 不过仔细看就会发现全天后的面料带有透气网眼 并且厚度要比作战符的厚一倍 G3全天后的袖子部分采用的是柔软透气素干的四项弹力面料 相比G3作战符带防撕裂纹的5050尼龙棉 怎么说也要舒服许多 我们简单的泼点水上去试试 可以看出G3全天后面料的外层居水性要比作战符好许多 作战符很容易被水浸透 领子部分 G3全天后的领子内部增加了抓绒内衬 舒适又排汗透气 而作战符也还就是那样 全天后的领口拉链采用了大拉头并配了一个拉绳 这是考虑冬天戴手套操作方便 而作战符的领口拉链就是一个没有拉环的小拉头 并且G3全天后领子的抓绒延伸到了外面 将领子立起来的时候 抓绒部分也可以贴合到身体 G3作战符的手臂口袋是模式贴封盖的双层口袋 而G3全天后则是一个侧拉链口袋 并配有拉环 这也是考虑到戴后手套的时候 拉链要比模式贴更容易操作 并且在手臂的前方还有一个给嘎吱窝散热的透气拉链开口 拉开以后就可以迅速散热 以适应不同的状况与环境 G3作战符的袖子束扣模式贴条是一根布条 戴后手套操作起来没那么方便 全天后则换成一个跟G3裤子裤腰调节袋一样的橡胶模式贴条 与G3作战符一样 G3全天后也可以安装CP的内置护肘 正好看一下刚刚泼水的区域 G3全天后基本已经干完了 而G3作战符上的水迹依然没什么变化 最后又要讨论一下CP最昭黑的做工了 你看这风骚的线头 G3全天后是不是要比G3作战符做工好这么一些呢 其实我个人感觉全天后的做工依旧是CP的标准操作 一个档次的破烂做工 但是有些地方确实要比作战符注意了这么一些 你再看看人家十足鸟 这走线 这针脚 同样是RG色转壳 人家怎么没有这么大的色差 这激光切割还压胶 还X车线加固的魔术贴 你看看 垃圾CP我去你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讨论想看的装备 就在留言区和弹幕里评论吧 想要了解 请用装备资讯 想与各类装备玩家交流 想免费试用各种新装备 扫描屏幕中二维码 下载GeekerAPP 我们在Geeker等着你